我寒餐如果真是贪生怕死之辈的话 岂能够担任这大将之位 等待这寒餐将身形完全稳住了之后 摇摇欲坠 亮亮腔腔 等待他完全擦拭去 嘴角这狂溢而出的鲜血之后 依旧还是挺拔站立着 在眼神中依旧是炯炯有神 没有退缩畏惧之意 你还真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啊 非要把脸皮完全撕破才甘心吗 这位天军将领在此时此刻 同样也是彻底失去了耐心 语气森寒地开口说道 手中紧握住的那长脊之上 泛起了点点寒光 内心中杀意变得十分浓烈 若是和之后回去的责罚比较起来的话 那天军将领脑海之中 也是在这一刻慢慢浮现出那位大人的身影 他便是心头猛的一颤 虽说在这里杀死一个大将 最多也就是被责罚一下 但下场也不可能致死 但若一旦得罪了金武野副盟主 恐怕到了那个时候 就不是小小责罚这么简单了 要是他这金口布置的任务未完成 那么他这条小命 在一怒之下都有可能丢了 他将目光重新投射到寒餐身上 看到这宁死也不肯屈服的态度 这位天军将领也是下了沙发之心 他也不想在这里浪费时间了 毕竟这净万数鬼旗也是不好招呼 所以周围天军将领 在之前也是让了他三招 故意手下留情了一些 原本指望寒餐再看到彼此实力差距之后 会感到绝望多多推上一些 但他哪能想到 这寒餐丝毫不领情 既然你们把事情做绝了 让我没法向大人交差 那也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 此时此刻 这位天军将领便是身形一动 立刻出现在了寒餐面前 手中长脊 尖锐地顶在了寒餐的喉咙之间 七夜顿时心中一惊 以最快的速度 吵着那位天军将领狂掠而去 想要尽他全力去阻止 在下一秒发生的悲剧 而在这个时候 天军将领则是微微把头给撕了过去 随即目光转向了狂掠而来的 吉夜身影 威力非常巨大 一掌也是让他彻底失去了重心 狠狠地砸进了那山体中 一片乱屎废墟之处 寒餐和吉夜二人 在这一轮攻击之后 也是完全没有丝毫还手之力 这便是来自力量上的绝对碾压 你们还是让消防出来吧 不然就是在把你们给杀死之后 我自己去后面找 这个时候 天军将领 这才是转头看向 那犹如困兽般 仍旧没有放弃 还在垂死挣扎的寒餐 目光变得威严而无情 寒餐直接是一口血痰 瞬间吐在那天军将领的脸庞之上 于是 这天军将领面色 下一刻便是完全阴沉了下来 手中快速移动 长起尖头 便是狠狠刺入寒餐的皮肤深处 鲜血从高空流淌而进 飘洒滴落在两军之前 这一幕倒颇为壮观 你真是一条倔强的狗啊 那就去死吧 天军将领立刻冷哼一声 手中几尖一动 便是真准备杀掉寒餐 就在几尖刺入的那一刹那 一道流光也是飞逝而过 那股强劲的力道 一下子就将天军将领手中的长脊 给声声弹射开来了 是何人 天军将领在这长脊被弹开之后 心头同样也是猛然一惊 急忙看向了那束流光飞来之处 在不远处站着一道挺拔的身影 身披着红色金甲 其模样倒也算得上威风凛凛 可在脸庞之上 却没有天军将领这般桀骜不驯的表情 至少在表面上看起来十分平淡 在那眉宇之间 隐约拥有着一种虎狼之感 长期 你一个三星斗神 本来去欺负一个二星斗神 算什么大本事 身披红甲之人 在这个关键时刻 开口缓声说道 狼牙军临宽 我奉劝你一句 今天你休要多管闲事 这名天军将领叫长期 而后来在千军一发时 及时现身的红甲之人 便是草口副盟主先前吩咐过 所派来暗中保护硝烟的狼牙军 实在是不好意思 今天这闲事我管定了 既然你这么喜欢打架 那要不就换我来陪你打一打如何 林宽眼神注视着天军将领长期 便是沉声缓缓开口问道 从脸颊上的轻描淡写 便是可以判断出来 他的实力必定是在长期之上 长期在听闻这句话之后 瞬间脸色就变得阴沉了下来 但万万没想到 像把一个窦仙带回去 这么轻而易举的任务 居然在半路上 会杀出个狼牙军来 林宽 实不相瞒 我此行确实是奉了 金武野副盟主之命 要去领萧峰殿主 去见金武野副盟主 军令如山 公务在身 没时间为了一些 鸡毛蒜皮的小事情 刺破了脸皮 刀刃相见 你莫不是还想阻挡我 长期估计一时间也难分胜负 于是直接搬出了 副盟主金武野 语气也变得和缓了起来 可以看出来 他可不想和林宽打一下 尽量能避免就避免 巧了 我家草口副盟主也是这个意思 不如让萧峰殿下 自己来决断去哪边 林宽轻轻一笑 回答道 萧峰不出来 此人挡住不让进 长期指了指寒餐说道 萧峰殿下正在闭关修炼 谁也不见 寒餐沉声说道 脸色有些苍白 显然受了一些内伤 瞧瞧吧 他不让见 长期摊了摊手说道 人家说了在修炼 已修炼的时候 被人打断是什么结果 林宽则是看着不识趣的 长期说道 若是金无野副盟主的命令 你敢违抗 长期也是沉声说道 保护萧峰殿下 也是草口副盟主的命令 你又敢违抗 林宽也是挑眉 看向了长期立声说道 这两位副盟主 在斗神联盟中 都是暴躁无比的主 谁都得罪不起 天军和狼牙军 以及寒餐的鬼旗 顿时布满了第九座 喷原火山的半空 三支军队 足有三万人之多 密密麻麻 气势都是不弱 在他们说话之间 第九座喷原火山上 都没有注意到的黑色神物 颜色又出现了变换 黑色和白色正在转换 率先注意到的 乃是两位将领身后的 这些军队们 这个物系仔细一看 便是认得出来 这可不是普通的物系 乃是突破斗神之时 才会出现的神物 一道道惊呼之声 也是引起了长期和林宽的注意 二人转头看过去 这一看 两人都是露出惊呆之色 白 白雾 星海分为四个等级 天地玄黄 黄级是淡黄色 玄级是淡蓝色 地级是黑色 只有天级才是白色 是 这白色神物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呢 短时间 周遭的人群 便是纷纷议论开来 皆是一片 金若寒蝉之景 弥漫在这第九座 原麦灵山之上的 白色神物 过了许久 都未曾散去 看浓郁程度 也不似寻常百物 它在远远看上去 更加凝实和璀璨 若是仔细去打量的话 这些白色神物 就好像一颗颗泛着 无尽光芒的星星 因为数量繁多 聚集起来 才像是一片浓雾状 长期 你脾气不是非常大吗 刚才不是还咄咄逼人 要把萧峰强行 拉到副盟主那里去吗 那么现在 你就去请这位 万中无一 营练出天极星海的人物 萧峰殿主 出来试一试吧 林宽吉便是冷笑一声 便是用着调侃语气 对着长期疑问说道 在那长期心目之中 要是此时此刻 换作寻常的 几重天殿下的话 他倒是无足轻重 不过在他眼前 同样也是有生之年 第一次亲眼目睹到了 天极星海的诞生 在这偌大斗神联盟之中 不计其数的斗神里面 能够拥有天极星海的人物 都是寥寥无几 可谓在各个副盟主掌心之中 都是掌中宝一般的存在 竟然能够在达到 地极星海之时 就引起了金吴也 和曹口两位副盟主的青睐 由此可见 他们都已经知道了 萧炎所居有的天赋 在此时此刻 长期心中暗自惊叹一声 若是今天自己没人阻挡 真如先前所说那样 闯进去了 硬生生打断了萧炎的修炼 拖拽到金吴也夫盟主那里去了 之后会发生什么 想必也一清二楚了 在打断了萧炎突破进城之后 恐怕连同他的小命 也会在瞬间秒杀 因为一名天极星海的天骄 是极有可能培养成为 斗神联盟之中 顶尖层次的战斗力量 在外面各大势力中 都是重点培育对象 一些中下等界空 同样是可遇不可求 上等界空 天极星海 也是极为有限 像这种好苗子 怕是一百个长期 也远远抵不过萧炎一个 倒是有趣啊 你打伤了这两位大人 都是宁炼出天极星海殿下的人 等待他修炼完成之后 我看有些人恐怕是百口难辩 永远也脱不了干系了 这林宽自然是不嫌事儿大 因为众所周知 狼牙军和天军 在很久以前 就是水火不容 偶然相遇 同样也是免不了一番争斗 大家早就已经习以为常 见怪不怪了 当然 造成这种僵持关系的主要原因 也和两位主子密切相关 在实际上 曹口和金吴爷两位丰盟主 一直以来 性格都是极为不和 至于两人脾气 更是暴跳如雷了 意识争斗也是时常的事 只不过就是还没有达到那种 你生我死拼尽全力的那一幕 但在两军之间 不管是在小事 还是在大事上面 倒是矛盾频繁发生 所以这之间的恩怨 也是没有任何缓和下来的余地 反而是越来越大 还有一个主要的原因 就是金吴爷 多番破坏曹口的计划 这一次 曹口便是看中了萧炎 而反观金吴爷这边 则是截然不同 因为对于他来说 萧炎越是优秀 越是不可比拟 就越可能威胁到 罗天在众多传承者之中 那不可动摇的地位 所以他可不希望 自己这千年的心血 就这么复制东流了 毕竟培养一个顶尖天骄 那也是极为不易 在这白色神物出现不久之后 浓郁神物便是开始 以一种特定的规律 开始缓缓盘旋蠕动起来 而这神物运行的轨迹 正是萧炎体内 星辰运行的轨迹 足足五千星辰 谈不上浩瀚 但这个数量 却是在一星斗神中 可谓是惊为天人 这一份抵御 将会让二星斗神都为之颤抖 神物盘旋 萧炎体内星海盘旋 逐渐形成了一个 星云状 其中所有的仙之元旋 全部都顺着萧炎的毛孔消散 这一刻 流淌在萧炎体内的 将是纯正的神之元旋 萧炎已经完成第二步 成 也就是所谓的巨星成海 体内星海已成 因此 萧炎也来到了突破斗神的最后一步 也就是最后一节 神节 每个突破斗神之人 所遇到的神节都有不同 神节来自于个人经历 所谓神节 实际上就是此生的回顾 那些留在内心深处的羁绊 便是节 修炼 好像已经停息了下来 而此时的萧炎 灵魂逐渐放空 而且 这种感觉是他无法控制的 昏昏欲睡之感 愈加强烈 萧炎的意识 很快便陷入了昏迷状态 在经历了短暂的放空之后 萧炎感觉到了微微的疲倦 不过 当他再度睁开眼睛时 抬头首先映入眼帘的 竟然是一片蔚蓝之景 那震耳欲聋的瀑布落水声 也是传入了萧炎的耳朵之中 而此时的萧炎 所有记忆 渐渐都变得模糊起来 以至于分不清楚 这里究竟是现实还是虚幻 不过 当睁开双眼的那一刹那 萧炎便是认出了这个地方 斗气大怒 魔术山脉 萧炎睁大眼睛 看着瀑布之下那河流之中 一位身着素衣的美丽女人 正悬浮其上 紧闭的眼眸 以及苍白的脸颊 是那般的熟悉 亲爱的听众朋友 本集播讲完毕 感谢您的收听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感谢观看